真的到了最後 原來韓國瑜是口惠而時不至 你該要有的這個所謂的面子 該要有的場子 我都把你做足了 可是你要跟我招委要什麼什麼東西 一概不認 就是因為這樣子 柯文哲什麼都沒有要到 才會晚上急著打電話說 我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換過來的 保安當然第一個 韓國瑜叫什麼 大娛樂家 就是看完他的表演 你非常高興非常爽 結果你發現自己什麼也沒有拿檔 什麼都沒有 當然嘛 柯文哲原本最先想下注的是誰 當然是韓國瑜 所以你看從黨團到整個鋪陳 到罵柯建民 一直把籌碼往上下 但最後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 我什麼都拿不 沒有 你韓國瑜什麼都沒承諾我嘛 糟耶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欸 立法院議場合作 你說照顧小黨 但是好像又不是針對我 根本沒有實質的承諾嘛 所以柯文哲招騎啦 為什麼 因為他的手上的產品 有保存期限了 2月1號就有過期 到期了 到期了嘛 所以你看 真的放到頭上去 今天就放到頭上 放到頭上去 沒辦法 所以他在昨天晚上忙著做什麼 不是 可是我不懂的是 如果你要換的話 也跟你說 我要換個副院長 已經不得了囉 哪有人說8票 給人家換院長的 這就是柯文哲的特性嘛 漫天要價 而且他是不是認真的 他真的認真的 他覺得自己非常有價值 就如同當年 他是不是跟你講了 我跟你國民黨 我選贈的一定可以贏 我要選總統 你們都要讓我 你那時候聽起來 覺得荒不荒唐 荒唐 如今這個就叫做小case而已 小巫見大巫 為什麼 他就覺得說 你民進黨還講 不是 我當時才覺得 他講的所有話 都是空手套白的 我覺得他講的所有的話 都是金光黨 而且 他根本就拿一點點的耳 要騙你很大的財產 我說這種東西 怎麼可能有人相信 沒有想到 他是一路的玩下來 當然金光黨的特色 叫做以小博大 我拿著一疊假鈔一千塊 然後要騙你什麼 騙你一百萬 柯文哲就是標準的金光島 SOP操作 完全符合SOP 他現在做的動作是什麼 他說 你民進黨 你黃珊珊很綠啊 對不對 我珊珊當政的 我知道你們可以啊 那我跟你們換這個 蔡奇夏我投你們好不好 他竟然這樣跑去跟民進黨講 寶貞哥 你覺得民進黨會買單嗎 當然不會嘛 老柯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絕對會堅守本位 堅守我們的原則 而且再第二件事情 痛批黃國昌 我們絕對不會接受黃國昌 但柯文哲打了這個如意算盤 丟給民眾黨 結果人家丟給民進黨 結果民進黨沒有買單 沒有 完全沒有嘛 你要把你當笑話嘛 甚至還做什麼動作 把他砲出來 讓你知道說 你柯文哲是什麼樣的德性的人 召集求授 所以你說現在其實民眾黨 在這一次裡面最可怕的事情是 他被看破了 他被看破 手腳之後你發現 藍綠各有對付他方法 藍綠很簡單 你該要的面子 你該要的場子 我這種場面我都做給你 可是實質內容一寸不讓 而民眾黨更清楚 民進黨 民進黨對民眾黨根本就是尖閉親眼 不接觸不談判 不妥協 對 國民黨是有信 真的被邊緣化了 當然 韓國瑜只好就知根知底了嘛 兩黨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民眾黨是個詐騙集團 沒有信用 千萬不能相信 所以要嘛 你跟他嘻嘻滑滑打哈哈 要嘛你就是什麼 我連理都不理你 我接到詐騙電話 直接把他掛掉 這就是民進黨的作法 我接到掛掉 但你知道詐騙集團 你掛電話 或者是你罵他他會怎麼樣嗎 會罵你 你如果詐騙集團 你拆穿他他會說什麼 他會罵你三字經 他說 今天真的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把這件事情講出來嘛 說我們跟這個沒有信用的政黨 跟這個民眾黨 怎麼有可能談呢 對不對 絕對不會有這個合作的可能性 而且全世界都知道 民進黨也是團進團出 蔡奇昌是不會猜的 他都已經發文說準備好去做部院長 結果你知道民眾黨 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他們做什麼反應嗎 反過頭來罵人 他說你 是非黑白顛倒 他說是你民進黨想要來投黃珊珊 然後求我們去投蔡奇昌 各位觀眾朋友啊 有這個可能性嗎 當然沒有 有這麼可能嗎 雖然我對民進黨也有很多的意見 可是你要在民進黨跟民眾黨之間 你說我相信誰 我當然相信民進黨 誰會相信民眾黨啊 不是 而且柯建民這個人 即便大家說他老奸巨王 但他有一個特色嘛 他有誠信了嘛 對啊 有誠信才有辦法喬 才有辦法做買賣嘛 柯建民已經三聲五令獎了 強調好幾次 我絕對不可能跟民眾黨合作 絕對沒有投黃珊珊的可能 結果為什麼柯文哲還是要把這個拋出來 他真的覺得可以成交 因為他總是期盼說在最後一刻逆轉勝嘛 總是期盼說像總統大學一樣啊 年輕人投票率85%我就要拗回來啦 最後面只要國民黨來投我 我就能夠贏啊 他有沒有發自內心相信 他內心相信 他也認為說 民政黨跟國民黨一樣 對 他覺得說 民進黨絕對沒有辦法接受韓國瑜的 所以我拗到最後一刻 我把牌壓到最後一刻 我看著說 哎呀 國民黨這個沒戲 趕快把產品說來來來 你看 很香喔 給你們當副院長喔 很好喔 而且我們可以打敗韓國瑜喔 結果遇到民進黨做什麼事情 一桶冷水可以潑下去 去旁邊啦 閃遠一點 所以柯文哲的如意算盤 就這樣被藍綠看過手腳 但是更慘的是 如果院長選舉已經證明 他的產品臭酸又滯銷 但是在未來的四年期間 他這些立法委員該要怎麼獲得 好 董事長 我現在對柯文哲的情意 真的如滔滔江水一直往上 恭喜韓國瑜當選第十一屆立法院長 韓院長了解庶民心聲 為人海派溝通能力強 期待他能夠促進朝野合作 政黨間良性互動 民眾黨八位立委將提升立志效率 不不不講一堆 如果今天按照了這個所謂的 淘本河的說法 或者今天把陳時代說法 昨天是有互動 而這個互動的過程裡面 剛剛講到 他們是把韓國瑜講得很不堪的 韓國瑜是一個要把他給丟棄的角色 你把你前兩天把人家賣了 把人家講得那麼不堪 結果現在韓國瑜了解庶民心聲為人海派溝通能力強 促進朝野合作 政黨良性互動 他現在寫這也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但是最後今天的結果就是大家已經確定 這個八票在立法院是沒有功能的八票 那以後的立法院運作非常清楚的 就是國民兩黨的合作關係 國民兩黨的合作關係 那是談判嘛 對不對 這個案個案談判嘛 這個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因為韓國瑜這個人本身 他不是一個很衝浮派的人 那韓國瑜本身是比較 在台灣的政壇上來講的話 是一個等於說一個典範 一個奇蹟型的人物 他從高雄市長到高雄市長被罷免 要跑來當立法院長 這是他人生的這種跌宕起伏來講的話 就是令人跌破眼鏡 今天你要評價韓國瑜的話 那個意義比較大一點 就是說他會不會跟賴清德 這個打對台不搗蛋 他不會的 因為他還是有一個 有政治的一個規則 來推動他的政務 那台灣的立法院 早就有一個很多的慣例的存在 我想這個都不重要 主要就是15天以來 我們大家不習慣的 在觀察的 你這個民眾黨 到底你的脈絡是什麼 對 你的形勢風格是什麼 現在我們發現 喔 又來了 還是一個欺騙嘛 還是一樣嘛 就跟那10月15號當天一樣 簽了字不算數嘛 他就 他昨天晚上 還想騙嘛 就又是詐騙失敗的一個結果 對 然後到今天開始 用快點來撥帕王 寫一個很華麗的文字 跟韓國瑜維持一個場面上的關係 對 但是反觀你過來看 韓國瑜怎麼在他答謝稿裡面 有沒有提到民眾黨呢 一個字都沒有 知智未知 為什麼 他知道被擺了一道嘛 知道你晚上要賣我嘛 知道你今天上午這個八席 投下去的時候 還希望跟那個白綠合作嘛 對 他說你從頭到尾要賣韓國瑜嘛 韓國瑜知道 他知道 他不是傻瓜 我都知道他都不知道 對不對 他的情報比我們更快嘛 對 現在問題是說 好 那我覺得這一幕已經翻篇了啦 就在立法院內 民眾黨確定是一個沒有用的政黨 這不是今天發生的 在上一屆的五席就沒有用 這一屆的八席也沒有用 沒有用嘛 因為他無關紅子嘛 他們玩專業也不夠嘛 也戰力也不足嘛 他去 他們上一屆的五席裡面 唯一最強的叫高紅安 結果你一個46萬會被貪污起訴啊 所以表示他的政治能力 跟他的法學素養 都非常差勁的一個政黨 烏合之眾 然後最後回到來今天講一個 你看今天他們這些烏合之眾的 那個意識形態的衝突多嚴重 陳昭芝這個剛剛 慧珍講 對 他故意的 要故意的 你也覺得陳昭芝是故意的 因為陳昭芝夫婦兩個人 我都認識了 沒有說很熟 但是我非常尊重他們的風格 他們是真正的鐵律到底的人 鐵律 一邊一國 他們是鐵匾的一個核心大將 在最痛苦的時候 他們不離不棄的幹到底 這種人喔 他們是真的玩一邊一國的人 他們是真的玩真的 真的是台獨的基本教育派 因為你知道民進黨內 有很多像這種 有不少這種非常堅定的鐵桿台獨 他們說你要尊重這種人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鐵桿台獨的人 要去投一個票 然後讓韓國瑜當選這個事情 他做不到 這太辛苦了 這沒辦法啦 大家台幣這樣看嘛 按照鐵桿台獨的看法 這譬如說要投一個 讓韓國瑜動算 對 我不可能嘛 所以他搞廢票 那搞廢票的原因就是告訴大家 他也知道 最後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他也知道 民眾黨有可能 會把它開除黨籍 對 你以為這個事情過了嗎 沒過 沒過 禮拜二要開會 開會情況之下 為什麼不敢開除黨籍 後面還有備位的人要準備接 對 為什麼不開 你黃珊珊講的就算了 沒這回事 當天那八個人 任何人出來做保 都沒有用 因為他們都不是中評委 中評委一開會一開啥就開除 才是決定紀律的 對 中評委決定 所以他今天講難聽一點 我們今天要非常肯定陳昭之 要佩服陳昭之 他拼了一身寡就跟你幹到底 鐵桿台獨 怎麼樣 就開除就開除嘛 他是有被開除心裡 準備要幹這個事情的 不然他為什麼要幹 所以我們要尊重昭之姐 要今天非常肯定 在立法院內表現民進黨 民眾黨 表現第一名人是誰 是陳昭之 我尊敬他 好 玉鳳 你也得說在江湖走過來 在江湖走過來 陳昭之這個 真的是故意嗎 還有 今天 民眾黨到了最後一秒 還想以小博大 也太不可思議了吧 對 我們要先來講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真的是太厲害了 其實從昨天晚上那時候電話開始 你就可以知道民眾黨這個詐騙集團 已經走到窮途末路 什麼叫窮途末路 你要騙 你要騙到底 你不能主動去示好 不能去打這個電話 你騙到一半 你要不要上勾 那是我們的功力的問題嗎 那昨天晚上 好 戰狼小姐已經確定 有打這個電話了 如果主動 對 就很難騙到了 對 如果你主動的話 就表示說你一定騙不到 如果呢 你丟出噁之後 你勾勾看 勾勾看 你不能夠打這個電話 而且你想想看 今天綠營的朋友告訴我說 你說要台語講說 欸 痠 對 要給我痠進來 對 如果沒有痠 你主動說 你無我無東西 對 沒人會理你 你覺得民進黨是笨蛋嗎 民進黨昨天的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覺得說 到底民眾黨三歲 還是把我們當三歲 你現在來講弄一個東西 然後你說 欸 你8票要來騙我們的51票 而且呢 一個是院長 一個是副院長 他們講說我們要副院長幹嘛 而且副院長是下午才投欸 我怎麼知道 你這樣講話沒信用 你到底會不會弄出來 所以呢 他打這個電話就代表說 他們的照片集團 走到窮途末路了 至少以後要騙民進黨 永遠不可能的 你這招已經弄下去了 今天民眾黨亮出底牌了 對 亮出底牌 欸 你又這麼想說 這個亮出底牌至關重要的是 因為未來國會三個黨 結構已經形成了 而這個結構 對於白色非常不利 因為你本來說 你是關鍵少數 結果你不敢去挺藍 不敢去挺綠 你就真的變成無足輕重的 這個所謂的8票 對 沒錯 還有整個過程 你說民眾黨 真的被柯建民嚇到了 抱歉 市長 民眾黨這8席 到底是鑽石還是玻璃來說 從今天的 從明天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立法院院長選舉 可以看出端倪 那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要裝他們是鑽石的樣子 所以裝了非常多 我們要國會改革 然後藍綠兩黨都來的面試 但是今天他們先出底牌之後 玩了15天之後 他們現在注定說 什麼都玩不動 而且什麼都沒有 對 什麼都沒有的一個狀況 好 那他們今天什麼 他們今天說 我們要自推黃珊珊 當成我們的立法院的院長 第一輪沒有當選的話 我們第二輪就不參加 所以行頭市長 保重了韓國瑜 可能在第二輪就會當選 那你知道是證明了什麼事情嗎 我覺得今天他們選出黃珊珊 證明了什麼事 第一個 他們目前為止 不敢去民挺 他們不可能去挺律 但是他們也不敢民挺 因為什麼 你就直接投給韓國瑜就好了 但是他也不要 所以 沒走 對 所以你在兩邊 原本可能兩邊承諾的東西 你什麼也都沒有得到 所以我才說 你什麼四項承諾 什麼招偉 兩邊你都沒有跟他們合作 所以都沒有成立 你既不敢得罪民進黨 你也不敢站在民進黨的隊裡邊 但是你又不敢跟國民黨走些時候 所以韓國瑜今天就都不講 不高不低的講 謝謝大家未來共同努力 他也沒有人情了 對 那你知道 他們的某些程度來說 今天這個所謂柯建民就出來 他說我從第一天就知道 他們會投給他們自己 你知道柯建民在整個 這個整個作戰的過程裡面 他就一直說 那你就投給藍軍就好了嗎 你就投給藍軍的話 證明你就是小藍 你就跟藍軍一起啊 你就證明你是投給韓國瑜 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某些程度來說 這樣子來說的話 就框住了這個白銀 因為白銀他們真的也不敢去投嘛 所以你說柯建民這段時間 不但給民眾黨道德壓力 或者給他情緒勒索 就是說你如果投給韓國瑜 是非常丟臉 你如果丟給韓國瑜 可以跟中國打交道 你丟給韓國瑜在國際外交上 會非常非常的殼致 沒有想到 這只是柯建民的話術 這只是柯建民要去框住民眾黨 而民眾黨真的因為這樣子 不敢去投給韓國瑜了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民眾黨 你看原本的所有東西都沒有得到 連那個立法院院長 大概也沒辦法得到 那證明什麼 證明這八席變成無足輕重 因為立法院院長就是個關鍵 你既然不敢得罪懶 也不敢跟綠核作話 那你這八席能幹什麼 沒有 林俊仙說得非常清楚 這八席證明了 你就是沒有用的八席 沒有用的八席 你自己放棄了罪能關鍵 扮演關鍵少數的機會 他說以後你這個招委也投給自己 法案也投給自己 什麼都投給自己 證明你自己就是沒有用的八席 而且什麼叫做關鍵少數 關鍵少數就是 打給誰誰會贏啊 其實關鍵少數是你要 在關鍵的時候要敢於表態 但是你這樣才能夠 才能夠一錘定音嘛 但如果你在這個關鍵時刻 你是選擇柯批他們的八席 跟他們的八席 選擇躲在後面 躲 我兩邊都不要得罪 不敢玩這個排球 在大戰場中間來說 要勇往直前才能夠決定勝負嘛 所以林卓水說得非常清楚 林卓水最早一開始 他就是說他們是 玻璃還是鑽石的人嘛 他講得非常清楚啊 他說你看 你跟 有人就說 好像你跟川普一樣 破壞是創新 但是他說 你只敢破壞 你根本不敢賭上去 賭上去才有創新的可能性 你才能開中一個心 他連破壞都是小破小壞 不敢大破大壞 所以林卓水就說 你根本就是 跟川普不一樣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直接就嗆嗆你的 他認為說 民眾黨經過這一種 你這幾年 注定你會變成泡沫 好 我們看到 當柯建平開始的時候 你原來你現在在回到 看了柯建平那個動作 柯建平所有的講話都是 我要匡住民眾黨 匡住民眾黨 他早就知道 民眾黨不可能跟綠營合作 既然不可能跟民進黨合作 我就不要陪你玩這個局 不能陪你玩這個局 我也不能讓你的票 跑到對方去 所以我不斷跟你道德勒索 我不跟你情緒勒索 讓你不敢投給韓國瑜 現在你真的 要自己投給自己 你要真的要投給黃珊珊之後 我去看到 新的招數出來了 馬上 上面有一個獨家 楊毅他是跟國民黨非常交好的 馬上講說有四票不穩 然後我看到不是隨便講 朱立倫馬上講 他馬上在他的中常會講 明天是台灣政治的關鍵時刻 民進黨如果用司法破壞 政治利益交換 或者權位的勾結 搞爛明天的立法院 這副院長選舉 就是讓台灣進入最黑暗裡面 代表朱立倫今天感受到什麼 要講這麼重的話 對 為什麼我們就說 民眾黨是無足輕重的巴西 因為他們今天底牌亮出來之後 你就看到民進黨就開始進攻了 怎麼進攻呢 柯建民就開始進攻了嘛 或者他們內部開始去挖藍影的牆角 因為確定了你的底牌 我只要挖幾票過來 現在就傳言說有四票過了 那當然這裡面來說 有人是什麼 跟司法有關 有人跟金錢有關 有人是跟權位有關係的 他開始要挖這四票 所以這個報道出來沒多久之後 你看國民黨馬上就講了 你們民進黨千萬不要玩這個遊戲 否則你們玩的話 就是利益交換或是至暗時刻 但他也同時警告 我們國民黨可能要用量票的方式 確保說每一張票都要投到我們的候選人 他從來祭出非常嚴厲的處分 譬如說黨不分區的話 就直接開除黨籍 另外一個 如果區域立委的話 停止三年的黨權 所以等於是非常嚴重的黨籍處分 傅昀奇怎麼講 這不是個人的榮耀 更是國會的尊嚴 沒有出席 你就是跑票 對 所以現在這樣 就是看藍綠怎麼玩 你白一點都發揮不小影響力 所以也就是 不是 如果民眾黨真的改去投給韓國瑜的話 那民進黨有沒有猶豫空間 有運作空間 絕對沒有運作空間 對 你再怎麼挖三票 四票 五票 都沒有意義 對 可是你今天只好確定 中間民眾黨這個變數穩住了以後 是 柯建民 我認識他那麼久 對 他就開始上下其手了 對 也就是說柯建民 透過這一電信用的操作之後 他有什麼不敢的 框住了這個民眾 我跟他講 為什麼這樣 你如果看整個操作來說的話 第一個 他就說 你去投給韓國瑜 你要確定立法院院長 就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可以證明說 你不就跟他合作 再來就是說 其實黃國昌某些程度 他也被框住了 因為黃國昌跟韓國瑜一個擁抱 你看網路上 要哽獨傳成這樣子 你覺得黃國昌 他現在敢去投給韓國瑜 某些程度 他們也不太敢去投給韓國瑜了 所以才跟你講 所以那也是來哈韓國昌 當然啊 你就哈住黃國昌 黃國昌你敢跟韓國瑜站在一起嗎 你那幾年在做了什麼事情 你怎麼講的 所以才說嘛 某些程度 這個雙方都在這個 三邊三 好 宇雪 當今天民眾黨講 我們要推出自己的候選人 我們要推出黃三三 我們要去投自己的人 這跟8票投給自己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按照現在54比51 超級講 那你是按住國民黨啊 那國民黨應該很高興啊 那我們也看到傅昆琦一開始 很開心啊 有一點感謝民眾黨的味道 可是為什麼到了下午到中午 馬上朱洋變色 情緒完全改變 這個情緒改變 連傅昆琦都講 這不是個人榮耀 更是國會尊嚴 沒有出席就市場跑票 一定要用最嚴格的黨技術份 更重要的是朱立倫 朱立倫居然講 這是台灣政治的關鍵時刻 民進黨如果都用司法迫害 政治利益交換 權位勾結 搞爛明天的立法院 政府院長的選舉 就是讓台灣進入黑暗的一面 國民黨絕對會祭出 最嚴格的黨技 為什麼到下午 整個國民黨風聲鶴唳 不是贏了嗎 因為民眾黨的決策 讓一切都回到原點了嘛 那這個原點是什麼 就是藍綠對解 這8票就是我們先前討論 再三講的就是8票廢票嘛 真的廢票了 那他廢票他不投嘛 他投自己嘛 我們這是新政治 不被藍綠綁架 所以你看民眾黨說法也很怪嘛 他講民進黨 他可以講出100條理由 老柯很壞啦 蔡其昌跟游錫坤過去沒改歌 怎麼失色刑堂啦 對啦 整篇新聞稿3分之2時間 都在講民進黨 那結果他3分之1的部分講國民黨 那國民黨他可以罵誰 那沒有人可以罵嘛 所以顯然 可是唯一的原因是什麼 唯一原因就是被老柯嚇住了 就是被嚇住了 老柯三言兩語就打發掉 你們幾個矛頭小鬼嘛 給幾個糖果對不對 拿幾個棍子 手在剛剛舉起來的嚇到全部都縮回去了 這柯建民是這樣嗎 所以柯建民都還沒有把棍子拿起來喔 只嘴巴張揚兩句 就縮回去喔 對 嘴巴張開 然後話都還講不太清楚 說 然後他說民眾黨怎麼樣 全部退縮了 為什麼 因為他直接給你訂毛嘛 說你黃國昌 你就去當小蘭 你民眾黨你就變小蘭 柯建民的關鍵就是一句話這個 你不投你支持他 你就是小蘭嘛 對不對 那問題是 民眾黨他的反擊跟回應是什麼 顯得薄弱 民眾黨開始講啊 你民進黨也是小蘭 你也是這個投函的 民眾黨開始在超熱話 你這樣有沒有用 沒有用 沒有用嘛 因為你已經 因為廢票就是廢票 你已經廢了 廢八票 你已經廢了給我們看啦 八家鄉就是八家鄉 八家鄉就是八家鄉 但好 你說那時候國民黨為什麼會緊張 因為現在立法院的票數 只剩下105票 就54對51嘛 那這才是柯建民要的主戰場嘛 所以打到了最後一天 終於到了柯建民想要看到的局面 就是你民眾黨滾蛋 無用的八票有沒有成真 看一下後面 柯建民一語成真 他讓他真的變沒有用了 沒有用之後 然後好 54對51 其實只要跑兩票就輸了 對 所以國民黨今天設下了天羅地網 來我跟各位報告 國民黨現在的總召是誰 傅崑崎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未來這54個 通通竄起來了 將分為6組 6組投票 那每一組是9個人 你說分組要幹嘛 因為他有小組長 小組長要開始 每一個委員蓋好之後 小組長要負責驗票 就是說我事前就要先看過了 比如說你裡面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蓋錯 有沒有貓膩 而且這54個委員 通通都要投在哪裡 同一個票軌 你知道國民黨多緊張嘛 嚇死了 就是為了嚴防 有任何跑票的可能性 可是 真的有傳出有4票要跑嗎 而且連人民都出來了 而且 為什麼擔這麼擔心 因為朱立倫打電話找不到人 因為我跟你講 國民黨的結構是這樣 他點名中有幾個 第一個 就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有司法官說疑慮的 為什麼 我身上一大堆案子 每天要去跑法院 跟跑3點半一樣 對不對 你如果說給我這個少爺 哈姐 哈姐 柯建平作為哈人家 我會不會害怕 會害怕 我會不會Q起來 當然會嘛 這是第一位 再來第二個 叫做什麼 新科委員 新科委員 新科菜鳥沒經驗 菜鳥為什麼沒經驗在哪裡 好操控 所以點名下來 原本統計是4個 但我敢講坦白的 其中一個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是嗎 因為那個人現在叫做總召 傅崑奇 是嗎 傅崑奇不會跑了 因為傅崑奇 為什麼要講這麼重的話 因為這是他生死融入之戰嘛 我今任 當任總召 賴士寶讓給我 請問這一仗輸了 他總召還當不當下去 當不下去了 馬上2月1號現場辭職 等於說當一天總召馬上辭職 所以傅崑奇很緊張嘛 他們甚至嚴格到什麼地步 是不是有外島的人 因為現在的問題 寶德哥 我剛才講那個講寶 已經沒有跑票的可能性了嘛 你說那這樣怎麼還能夠 對啊 還有什麼搞事情 有的時候是 我既然要跑 我還怕你知道嗎 2月正正的時候 張進成連自己的名字 都給你寫上去 對 現在的問題是多一個小組長啊 你票給他亂蓋 他把你票拿去丟出來 再來一張 真的可以這樣嗎 這就是要強迫你一定要兆頭嘛 而且都要量票嘛 對不對 但是我講了 現在最大問題在那裡 怕沒來 那你人沒來 你人拿怎麼辦 你說沒來是同跑票 誒我遇到車禍 誒我媽生病 誒我家裡出狀況 誒我飛機誤點 所以你看喔 傅崑奇為什麼講 沒出席就有同跑票 這個才是遊戲真正的關鍵嘛 所以民進黨現在要的 他一定要拉掉三個 因為他不是叫你投給我 是叫你不要來 不可能投給民進黨 沒有這種操作可能性 唯有可能性就是不要來 國民黨的天羅地網 又再布一層 所有在外島的委員 都等下給我兩天前 就待在台灣 洞都不准 兩天前就要在台灣了 就把你鎖住嘛 鎖票 那你總說那本島都不會不來 所以藍綠才是真正的戰爭 而民眾黨只是在打嘴炮 保利哥我問一下 我剛剛談論到的這些東西 是不是需要長時間的 先事前規劃 當然要規劃 這當然早就把他們當配票了 根本沒辦法當一回事 如果說有民眾黨的話 你說國民黨幹嘛 國民黨早就 等一下 藍綠兩黨早就已經看透明 進入民眾黨了 別人校科太瘋癲了 其實是他自己看不穿 而且保利哥有一個沒搞 今天立法院 你知道2月1號重點在哪裡嗎 他是報到日 對 你今天一個立委要走紅地毯 要報到能不來嗎 當然要來 所以人只要一到報到瞬間 全部都靠起來 會有人負責盯人 進到KK元區一樣 全部把你鎖住 不讓你出去了 只要你投完票為止 我才讓你跑 而且每一個責任組長 其中傅崑奇單綱角色 我們是不是講到有三票 可能會跑 其中好幾個都在他的選區裡面 對不對 就是說好幾個都在他的 責任分配裡面 這種跑票的事情別人不懂 傅崑奇一定懂 對嘛 他搞不好自己就想說 我原先要怎麼做 怎麼樣跑 怎麼樣弄 怎麼樣玩 我都知道 你休想別我跑 因為這是跟我攸關的這種 榮譽生存之戰 這一場關鍵的勝敗 就是在自家人裡面 根本沒有優異的空間 好 聽不懂 你貴城在國安單位工作 我們執政黨真的有執政優勢 而這個執政優勢 根本不是說 我們的立法院幾票幾票的問題 是會有一個非常恐怖的 情緒司法系統 你不要以為說 政府只有行政立法而已 政府還有司法監察跟考試 那司法特別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我們知道 在立法院當中很多立委 特別是區議立委 背後來講 不知道官司到底有多少 你看看今天朱一輪 講那個話的意思就是說 你真的不要被官司嚇到 那為什麼要盯這些人 因為你如果官司 還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錢的問題 因為區議立委 他選舉的時候 要花很多錢 那是不是有說 金錢上面的往來的問題 再來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女人的問題 你看到之前 趙天寧不是被放出很多照片嗎 那國安單位當中 有很多情緒系統 他們都有 手上都有 而且這些東西全部都在局長 國安局長的桌上 全部都有 我們所有的政治人物的 相關黑檔案黑資料 那邊都有一份 也就是說 他什麼時候放出來 什麼時候不放出來 那是由什麼 由執政黨來決定 那執政黨是誰 目前是民進黨的執政 所以其實老科 基本上老神在在 為什麼 因為他有太多工具 可以去使用了 那今天來講 我認為不只是國民黨 你民眾黨內部來講 那些人也說不定 也有一些暗敵的人在裡面 也不一定 所以我當然不是說 這八票一定是什麼 一定 他們你看到時候投票的時候 你說跑票不是國民黨跑 民眾黨都可能跑 有可能 你知道這兩邊來講的話 其實在老科的運籌為例 當然民進黨這邊先不用 因為他基本上這邊是團結的 所以國民黨跟民眾黨那邊來講 裡面有哪些人是可以挖出來的 所以大家現在 你把聚會力 全部都集中到國民黨去對不對 但是忘了民眾黨這邊 民眾黨這八票來到都是 沒有問題的嗎 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團結 真的會團進團出的嗎 會不會有可能有一些 在最後來講也是一樣的概念 就可能比如說 就是會投不同的政黨 或者是說可能就是不來投票 那當然國民黨裡面更麻煩 因為國民黨裡面的區立委特別多 所以這些區立委 當然部分區立委沒有人不敢聽朱立倫的話 但是區立委各自選區要顧 各自未來的前景要顧 以後這些區立委以後都是可能去 選縣市長的不是嗎 所以我們說其實政府的單位 有很多的手段可以逼迫這些人就範 好董事長 看到今天一開始說 民眾黨我們不是自己投自己 我們推出一個候選人 我們推出一個黃莎莎 我們發票都給投給黃莎莎 那柯文哲也講 我不要當小籃 我也不要當小綠 我自己提黃莎莎 就是我要解決藍綠兩極對抗的局面 話說得很漂亮 可是為什麼越走下去 今天被定調是 你根本就承認你的八票是廢票 而且整個局一走完了以後 民眾黨更不被信任了 八票在立法院裡面的角色 他攜帶叫做關鍵手術 關鍵手術的關鍵是怎麼形成呢 就是他要去參加 他要參戰 要玩排局 他參與排局 他變成槓桿 他那個砝碼放左放右 影響結果 那個叫做關鍵嘛 他現在這個等於不參加嘛 不參加當然就變成只剩下少數 而不是關鍵嘛 如果按他這個說法 他不關鍵了 那第二輪的時候 你要注意看 今天民進黨的黨主席總統當選人賴清德講一句話 對 說明天希望民眾黨這八票在第二輪投票的時候投給比較好的參選人 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賴清德跟民眾黨要票啊 然後你看到柯建民現在在酸他 對 你看到林俊憲現在在罵他 對 林俊憲現在罵他是在幫這個國民黨拉票還是幫民進黨拉票 他們還是去耍水皮子 對 都不是嘛 柯建民跟林俊憲跟賴清德三個人的口徑好像不太一致 對 但是目標是 一個我要你的票 一個我要把你罵跑掉 對 看起來是這樣 對 但其實結果就是跟你要票 就是跟你投票嘛 簡單說 因為賴清德事情都講了嘛 第二輪投給比較好的候選人嘛 對不對 所以賴清德就是公開跟你民眾黨要票嘛 第三點 你有沒有參加過民眾黨黨內初選 你有沒有看過 沒有 你沒有看過 沒有 我告訴你 在當場在投票箱前面在喬票 因為民眾民進黨的規定 第一輪黨代表投進去投出中央委員對不對 第二輪投中常委 對 中間休息一個小時 那個小時在幹什麼 喬 最後在喬 喬到買啊 搞啊 敲換都來的 會不會改變結果 當然會改變結果 所以我講了什麼概念 民進黨在投票前 就是那個第二輪投票前的幾分鐘 都不會停止在喬這個事情的 喬到最後一秒鐘 當然嘛 民進黨的習慣就是幹到最後一秒鐘 絕不放棄 你剛剛用花錢最小的事情 官司當然喬 還有什麼 我跟你講 所以朱立倫今天才會嚇成這個樣子 你剛剛才有大家在談說 要什麼先報到啦 到時候要監票啦 然後要量票啦 有沒有用 沒用 當然沒用啊 你不要去跑的時候就跟你說出來 跟你拚 對啊 我跟你說出來跟你拚的 等一秒鐘我跟你拚 你躺下的時候就跟你拚下去了 那就煩了嘛 對 因為你如果說你確定這個 巴票已經不在的話 那個東西當然有很多管道開始運作了嘛 運作真的是今天運作嘛 所以你第一說 今天柯建民 為什麼今天這個訊息在今天傳出來 這個訊息傳出來就是我要確定 你民眾黨確定你要吃巴票投給自己 你巴票不會留給韓國瑜 然後民進黨的大軍就開始動起來了 那我問你第四點 我問你第四點 你認為柯建民講這個話是他真的相信 篤定說明天不會有個意外 巴票已經投給黃珊珊嗎 這個 柯文哲最厲害是什麼地方 一個是騙 一個是騙 有人講說他叫滾動式決策 當然滾動式是今天滾的跟明天滾的不一樣 他也是被喬的對象 他也在喬啊 他跟別人在喬 他也是背著算盤在跟人家幹的嘛 柯文哲大事不敢幹 小事他敢幹的 他說 我覺得很簡單啦 我分戰式投票可不可以 最後他跟他講說 我這五票給你啦 他會變嘛 第二輪他可以變嘛 第二輪他可以有怪招會出來 對 第二輪賴清德發言 他說賴清德 關鍵 第二輪要投給比較好的候選人 這句話什麼意思嘛 當然在動嘛 沒有在動他 但是你居然講話幹嘛 對 居然瘋了 他跟你講的意思是說 你講對一個關鍵 君無細言 他如果今天講的這句話 明天還輸了 那不就丟臉了嗎 誰輸了嗎 不知道 不是 我第一說 不會輸啊 他是 他代表他是有什麼把握 才可以講這種話的啊 他在爭取 他的態度沒有改變 第一天 我們大家都在講 其他人我們在這個節目上面談什麼 談八票比你廢票嘛 對啊 我現在告訴你不一定嘛 柯文哲講話你能相信嗎 不能 柯文哲講話不能相信嘛 八票一定廢票嗎 不一定嘛 明天三票廢票可不可以 他被拆開來幹可不可以 柯文哲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但是如果明天是因為他這個八票 而立法院變成了這種民進黨贏掉的話 他這個民眾黨就掛掉了你知道嗎 他以後怎麼辦啊 對 他本身還要這種想去 想去有核中保台的 對 他的小草怎麼交代 所有的小草看到就是 你的民眾黨今天為什麼會到成立 會有今天的力量 就是你敢跟民進黨幹嘛 對 你比國民黨的戰力強 我才把那個票投給你 結果你千萬不要去幫民進黨忙 去拿到立法院的席次 你不要混個屁啊 2026還要混啊 沒得混了嘛 就知道說你是一個 沒有膽量的一個咖而已嘛 對 剛剛講的 今天確定說民眾黨 剛剛講我不會去投給這個游錫坤 我也不會投給這個韓國瑜 我投給自己 當然對國民黨來講 好像按住國民黨 所以我們看到早上付會期很高興 可是真的高興得太早嗎 而且你也同意這個吳董講的 他們隨時會翻水嗎 我不知道游錫坤跟韓國瑜 今天早上看到這個記者會心裡是怎麼樣 我看到以後我覺得是很不舒服 不舒服 對 那你們前面都在玩什麼呢 先開四個考題 來 作答 想要爭取我的支持就作答 然後接著又說 想要爭取我的支持 來黨團拜會我們 來跟我們說明 大家都做了 以後 昨天晚上陳自然還在政論節目上打分數 看起來韓國瑜是比較有誠意 演到最後一刻 今天早上 唉呀 拍謝 我誰都不要投 我要投我們自己人 那所以你前面在幹嘛呢 什麼叫關鍵的力量 關鍵力量你就是可以決定誰當選 對 結果你現在還是放任給藍綠自己去角力 讓民進黨的司法的力量 或是各種的力量進來干擾國會的選舉 那你怎麼會是關鍵力量 好啦 這也是關鍵力量 讓民進黨可以動用其他的力量進來 所以你也給予到有其他力量會進來 當然啊 這一波的整個民進黨的操盤 之前尤錫坤像個傻大個兒一樣 在節目說 我不知道 那個賴清德說 叫我給柯建民去操盤 賴清 尤錫坤自己要選的人 他完全不知道民進黨要怎麼去運作 全部都是老柯在那邊操盤 老柯怎麼操盤呢 操盤有兩種 第一個是幫尤錫坤多拉到支持者 第二個是讓別人不去投韓國瑜 政府議長選舉就是有這種兩種方式 大家還記得以前地方的政府議長選舉 光怪陸禮的現象很多 把人家押上車了說 沒關係 你要投了沒關係 不過你不要去投那些 你就不要去投 這一局你不要玩 這種過去前不久才發生 押上車以後 投票前集體去度假 把關鍵的票數押上車說 沒關係 我知道你沒有辦法投我 可是你也不要去投他 為什麼 因為一票一票把對方挖走 一票一票讓對方不投票 這也是一種選舉策略 那本來民眾黨 他發票應該是支持誰 說真的 以國會監督的角色來看 你當然是要監督的力量極大化 我之前就在說過 立法委員只有三種角色 監督者 護航者跟擺爛者 那大家覺得今天民眾黨 他這種角色到底監督了誰 沒有 他不投給任何人 他有沒有護航誰 他說我也沒有護航 沒錯 你就是擺爛者 因為這三種 你可以想出第四種角色嗎 沒有 所以第一個前面把大家繞著團團轉 誰最開心 柯文哲最開心 黨主席每天到黨團來秀村長 我很少看到黨主席跑去 需要一天到晚跑去 去立法院黨團 我要補充一下 在各個我們以前的長期來講 立法院黨團是有非常高的自主性 照一講你不要說什麼總統 黨主席 基本上這個手是不可以隨便伸到 立法院黨團 你樣子都要做出來 沒有人像柯文哲是每天去的 對 而且還要做工資 讓人家追 讓人家拍 所以整個演很大以後 然後完全落入了民進黨最想要的 就是8票不要去支持國民黨 你覺得這個真的是柯文哲 不是 柯建民最早的想像 對啊 他不是自己也說了嗎 我不是最早說了嗎 他們會投給自己 所以不就是一切都按照柯建民的劇本 他操盤的整個手法 我今天看到這個 我整個陰謀論跟之前很多情節 我都覺得想起很多老故事 柯建民跟柯文哲 本來就認識得很早 而且早期他們是非常好的朋友 大家如果記得2014年 柯文哲第一次選舉 那時候不是有一個三億男的官司嗎 說郭台銘是三億男 柯文哲去見這個郭台銘等等的 那時候柯文哲說什麼 原來帶他去認識郭台銘的人 是柯建民 所以他們兩個其實是交情很好 而且很熟的 所以這一波到現在 到底是真罵跟假罵 我現在已經搞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整個劇情的發展 是往柯建民原本設想那個劇本 對啊 我原本就說了 我最早說的嘛 他們就會投自己 對 那當然國民黨自己 如果有不爭氣的 我之前也有擔心過這件事 是不是有人會被用司法 恫嚇 不管是威嚇或者是說 不要這樣我幫你辦 我跟你說 因為很多立委他其實都會怕麻煩的 那如果國民黨自己有這種 不中用的情況底下 我們也是真的沒辦法 但是我只能說民眾黨玩太大了 玩太大 每一次都這樣玩 之前藍白在談核的時候也是這樣 這給很多藍營的支持者 有一個想像的空間說 其實民眾黨有可能會支持國民黨 完成政黨輪替 所以那時候很多不管是藍營的企業家 或是藍營的這個民眾 其實那時候對柯文哲 是非常有認同感跟好感的 因為大家都一直想把他們摳在一起 等他所有的聲量都撞完了以後 他說沒有啦 我要自己選 不就跟現在一樣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就派到底了 這個政黨 白 今天傅坤姐還上你的廣播節目 上你的廣播節目還很開心 好像我們真的跟民眾黨合作了 可是到了下午的時候 朱立倫在主持中常會的時候 卻非常的緊張 而且再深地警告 警告民進黨你不要用司法 你不要用政治利益 來干擾這次的立法院院長選舉 還有 老柯在這邊老神在在 難道 老柯都在他的算計之內嗎 現在目前情勢非常複雜 但是明天的結果 極可能就是韓國瑜當選院長 你還是覺得韓國瑜 我一個跟大家分析 國民黨現在是後有追兵 前有強敵 強敵就是民進黨的51席 那後面的追兵是什麼 原本以為是民眾黨偷給游錫坤 現在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國民黨要是跑票 剛剛余軒跟大家講了 跑4票就會有問題 但問題是 這個新聞是一個國民黨 跑很久的自身記者寫的 他不會亂寫 所以顯然是有這個風聲 各位保濟哥我先把這題 可是重點在於 你朱立倫下午是真的在中常會很緊張啊 其實基本上他一定要讓大家覺得緊張 因為這個緊張態度讓明天才能下重手 如果明天真的有任何一個國民黨的立委 不管是不分區還是區域 明天要是跑票 蓋錯 沒有來 出車禍 明天下午5點以前開出黨籍 殺無色 一定要弄 如果沒有的話 朱立倫他也不用幹了 他這個總統主席會被拉下來 國民黨裡面挺韓派的人 不會讓他好好睡覺 這是其一 其二 他裡面其實已經寫得很白了 我今天就不點名 但我把那個狀態告訴你 第一個叫做蔡鳥立委 蔡鳥立委 傻傻對人繼續投票 撞不到的 沒有可能 因為今年的 就是前兩天在國民黨的那個 就是他的演練投票過程當中 連立法院樣張都借出來了 直接告訴你 就是投這一格 江啟臣在這裡 右下角 韓國瑜在哪裡 只能這樣投 看到嗎 所有的每一個人 52個人通通通講清楚 你說國民黨緊張到 或者是誰 謹慎到 票拿出來 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樣張該怎麼 該蓋到哪裡 對 都演練過了 演練投票 每個人都跟著走一圈 然後你的小隊長 比如說有一組是賴世保了 你每一個蓋完之後 你要拿給他看 因為立法院現在已經講清楚了 包含現任的院長 尤錫坤跟立法院的 相關的這些規定 他就不計品投票 可是他並沒有告訴你 就是說他主動的放棄 他的投票秘密的 這件事情會違法 所以藍綠現在都說要亮票 所以這個九個人一組 一定都要臀部投出來 對 投票以外的事情會有兩輪 他們必須要集中到 他會借一個會議室 五十幾個人都在裡面 不能跑 上廁所還好 助你跟著去 真的假的 所以不可能跑票的 上廁所都能跟 那寶芊哥我跟大家講 因為四年前的話 有一個立委叫賴品瑜 他因為四年前 第一次當立委 他真的蓋到自己了 因為他賴世保跟賴品瑜很近 他蓋錯了 蓋成自己 可是因為過半無關勝敗 他蓋完以後他就很慌 跟大家講我怎麼辦 我蓋錯 可是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新科立委 我剛剛已經講了 新科這次包含黃建豪 羅廷偉對不對 這個廖偉翔這些人 廖先翔 他們都沒有投過 可是已經演練過了 你要怎麼告訴我說 我不知道 對不對 你敢不會投 開除 你上班的過程當中撞車 撞完車也要來 黨團怎麼講的 你撞車沒關係 你到急診室 去縫去開刀沒關係 開完以後請你做單價過來 真的假的 進到立委投票 他是一個時間 講到單價都講了 如果你不來 直接就開除黨籍 因為你不要這麼假小騙 真的出什麼事 剛剛宇軒也講的 明天是2月1號 寫哥 4年一次開大門 到紅地毯 你不來報到 你就不會是立委 延遲報到 除非是出什麼重要的事情 所以所有113個立委 明天都會到 到了以後 你成為立委的身份 拿大家走了紅地毯以後 報到了 恭喜委員以後 然後馬上要投票 你要跑去倒 你要跑去倒 鎖起來 直接叫立法院技工把門撬開 真的假的 所以不可能讓你跑票的 這其一 叫做新柯立委 就是莫名其妙 就晃點 那可以叫吳董長 我既然敢跑票 我就跟你躲 就像當年的張靜誠一樣 對 所以我就要進到 第二跟第三狀況了 第一個叫新柯立委 蔡良立委 搞不清楚狀況 已經交你了 反覆交你 明天早上還再交一次 所以絕對不可能投票 明天早上還再交一次 投票錢 第二個叫有案在身 我有案在身 剛剛總長講的 所以趁著這一次對不對 觀眾朋友我等一下分析你就懂了 這第二個有案在身 第三種叫做 有親友在綠營當官 因為他說我親友在綠營當官 所以我這樣子的話 我以後可以在綠營 得到什麼好處 關鍵在於 如果一票能解決 跟你拼了 我都相信 現在是四票才能解決 因為以上所述 我相信有人可能還在猶豫 如果被遊說的話 我可能投成廢票 但是你不投 韓國瑜投成廢票 而直接投給游希坤的 機率是零 你一個國民黨立委 你說我不小心投措 我還跟選民交代對不對 結果你 那就完蛋了 所以你以後的真正生命 就在明天結束 所以不管是新客立委 或是有案在身 除非你不想玩了 不會這麼做的 那真的有人這樣做嗎 我不敢講 就算有也得有四個人 如果只是三個人也沒用啊 所以那個風險太高了 我今天衝了 萬一另外三個沒衝 我們不是完蛋了 所以他們會猶豫 再加上國民黨已經講 這麼的硬這麼的白 我相信 現在目前國民黨的狀況是 我把話放出來了 你敢跑票 我明天就直接砍你 對 所以國民黨這54票就卡在那邊嘛 就算少了兩票 還是52會贏 游希坤 好那就是他黨內問題 再來就是民眾黨 民眾黨 剛剛保傑哥在講 傅昆奇今天早上來放話 他是玩大的 八個委員會的招委 就是國民黨一席 民進黨一席 我舉教育委員會來講 113席教育委員會裡面13席 所以是六個國民黨 六個民進黨一席 這個民眾黨 今年的狀況啦 因為民眾黨有八席 661 所以如果按照黃公昌的建議 單一招委制的話 馬上那一席就跟今天立法院一樣 他可以決定是誰 所以這個改革對民眾黨是有利的 可是保傑哥今天這個改革已經結束了 因為他既不投籃也不投綠 所以光是靠民眾黨的八席 不可能有單一招委制的 這其一 其二 你今天因為 今天民眾黨 他沒有辦法當招委的狀況之下以後 傅昆奇喊話說 我可以給你招委啊 所以那個誘惑就很大對不對 那剛剛你在跟董事長講 剛剛下午的傅昆奇認證啊 他說謝謝民眾黨 願意當忠誠的在野黨 也就是他不會投給游錫昆對不對 他就覺得這樣子達標了 他還是在座強調 八個委員會的招委 可以出現民眾黨的招委 用招委來寫啊 所以他也就是叫民眾黨的這八席 堅定投自己啊 就投紅三三 不要任何跑票 所以國民黨不要跑超過四票 民眾黨的八票都不投給游錫昆 兩輪投票以後 就是韓國瑜贏 但你以為民眾 民進黨是吃菜的嗎 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因為剛剛一輪講完以後 我跟大家報告我的看法 民進黨其實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就是立法院長確實是韓國瑜贏 可是你不能說我失掉了左手 我沒有把對方的一個壁榜拉下來 他要全力的把民眾黨打成是小籃 早上柯文哲在講 我聽完以後我暈倒了 把這個記者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投藍也不投綠 他說因為他們都是 前面來著很有誠意啊 後面都不支持啊 所以都是個人意見 柯文哲主席 例如是你看新聞嗎 你可以看一下關鍵時刻 傅昆奇跟國民黨團 還有黨中央跟韓國瑜 都說通通承諾四大改革啊 哪裡是個人 是游錫昆講說我是個人意見啊 所以把這個照這樣講的話 兩個院長的候選 一個游錫昆 一個韓國瑜 都到黨團去做四大改革 我認同對不對 然後呢背後 民進黨團說我沒有 可是國民黨說我沒有 那你為什麼不投國民黨呢 那你先前開的那四個會議 是幹什麼呢 第二 你今天推出黃珊珊 黃珊連一天立委都沒有當過 你其實是徵校耶 哪一個黨會推出 連一天立委都沒有當過的人 就直接選院長 第三 你既然要選院長 你黃珊珊有去跟 藍綠的黨團拜託嗎 你根本沒有去拜託 你會選假的啊 所以今天重點在於 民進黨知道 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就是韓國瑜會當立法院長 游錫昆不會 那有些後續要不要離開我們再談 可是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把民眾黨打成小籃 也把民眾黨的反覆 拉開來以後 讓年輕人再回到民進黨的身上 各取所需 而民進黨要 民眾黨要是什麼 他就要聲量 瓦杰克 我們還沒有談完 明天中午 一大堆記者還要繼續民眾黨的黨團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明天早上如果投完沒有結果 那還要再搞一次 下午我們要不要副院長 我們中午再決定 所以說告訴記者朋友 不要忘記我們民眾黨團天天開記者會 還要明天中午12點 所有人不能吃飯 他就是看說你下我什麼頭 好 所以董事長 搞了半天 就像剛剛所謂講的 玩了半天 完成原點 未來民眾黨還有玩弄的空間嗎 我看很難很難 非常困難 而且我看看柯文哲 主要是柯文哲在立法院有沒有表現空間 應該問這句話 沒有 沒有 你都認為沒有 所以柯文哲就回去當他的陽春 立法院最大的大喜 就是立法院院長的選舉 因為立法院長的選舉 那才是真的政治角力 過了這個之後都是法案 那法案很索水 沒人會關心的啦 所以說嘛 所以整個民眾黨就一個人的黨 就是柯文哲嘛 那柯P就不去了嘛 柯P也沒有理由去了嘛 他再去坐公車 再去行物拜 什麼都沒有用 沒人理他了 沒人會理他了嘛 柯文哲就沒有聲量了嘛 柯文哲就躲在台坡的黨主席辦公室裡面 慢慢地花國家給他的經費 每天吃便當 我每天在約他的一些人 講民眾黨內部的是非 兩年後要選舉再見 這是柯文哲的情況 那柯文哲都沒有聲量 其他還有什麼聲量可以的 沒了嘛 沒有了嘛 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之間 他們在議題的合作上面的空間有多大 大得不得了嘛 他們除了重大議題 剛剛委員不是講嗎 傅崑奇說 趙偉都可以談 趙偉可以談 跟有確定要給你這兩件事情 傅崑奇 傅崑奇也是我好朋友了 對不對 他什麼事都可以談 他沒有不能談的事情 什麼都可以談 今天晚上柯文哲一定 傅崑奇一定很忙嘛 對不對 但那個叫做不確定嘛 不確定 而且懂趙偉利害關係的人 民眾上有誰啊 就一個人嘛 就黃國昌嘛 黃國昌區當的招偉可能還有點用 對 其他人都是傻孩子傻瓜嘛 坐在那邊 你要我五指家平常 嘴尖舌利坐在那邊當招偉 對 我變得傻瓜一個 我不會主持這個會議嘛 這個有遊戲規則 對 那個你們有一天的訓練 你法委旁邊的秘書長在那邊主導 給你也沒用 對 給我也沒用啊 你不懂嘛 你那個裡面有技巧的問題啊 那有很多技 還有什麼叫臨時要停止會議 什麼宣佈散會 那技巧一大堆啊 對不對 你要很懂會議規則 那個裡面複雜的不得了 柯建民就靠這個玩意 混到總召 對 混了幾十年 說這個東西它 這叫代書嘛 還有你為愛武威婉代書啦 它有特別的那些花樣在裡面嘛 你問書會嘛 他們在議會開會裡面 有沒有花樣 有花樣啊 那蔡島的議員區有個不用啊對不對 官員不鳥你嘛對不對 所以民眾黨那八個我是傻瓜一樣 唯一一個有力量的 會懂得操作這個事情的人 也只有黃國昌一個人而已 對 那黃國昌一個人有什麼用 所以這個黨這八個人未來是沒有任何的功能 有什麼慘嗎 我現在講很簡單的 他們現在講 他們目前這兩個人對外講 我要去參加法治委員會 還有另外一個我參加這個叫做財政委員會 我請問我們跑過立法院的所有記者 這兩個委員會有沒有人 記者會有沒有人報 就很簡單嘛 這兩個委員會沒有記者就跑的 你有看過哪一個財政委員會 雨萱在那邊跑立法院 這兩個委員會就沒有新聞的委員會嘛 要瞧事情嘛 財政委員會幹什麼 就跟銀行董事長綁繞嘛 哪有你做好事情的 不管你說做什麼什麼改革 改革一堂的啦 淑貴剛剛講的最對嘛 你就搞了15天 把全台灣耍了15天 耍了完整天 每天都是你的新聞 對不對 就大家都被騙了嘛 又再騙一次 他一次 兩次 三次 不斷地證明 它是一個最大的詐騙集團 那剩下的戲碼不重要 兩年後再見 兩年後再見 不過 數位 兩年後我跟你講 黃國昭州他開了一個直播 直播旁邊就跟著所謂的柯文哲講 兩年後我們要去選縣市議長 而且還對所謂的柯文哲表忠誠說 你叫我去哪 我就去哪 在兩三年後的 2026年的縣市議長選舉 會對國民黨 民進黨造成威脅嗎 好 我覺得國民黨從此刻開始 就已經開始準備 2026年所有六都的縣市首長 都有可能殺他都 那台北市 我那一天跟萬安講說 台北市甚至要預防一件事情 就是黃珊珊在這兩年 積極尋求民進黨的支持 尋求科批那個模式 所以不管是兩咖還是三咖 我覺得都是要做好準備 那至於黃國昌在新北 我覺得因為新北太大了 然後他永遠只講一個議題 在新北會選舉是太薄弱 那至於說你說桃園或其他地方 他們要再提人 我覺得就是一個存在感 就是一個存在感 科幣在每個地方都有三成左右的選票 那很多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 民眾黨最大的特色就是 選票轉移率極低 對 之前柯文哲在上一次的 這個市長選舉的時候 其實他的選票也是有三四成 對 但是轉移到那時候 到底他記不記得大同的補選的時候 在這個民眾黨在大同區 是有提這個補選的人 陳詩宇 結果陳詩宇拿到的選票 就不到柯文哲的一半 所以民眾黨的支持者 支持的是阿伯 不一定是民眾黨下面的人 這也是讓民眾黨很多支持者 尤其是這一次你看區域立委 他們雖然有實習的區域立委 選得好的是誰 選得好的就是兩個人嗎 藍白河的 李友宜坑 蔡壁吳 他們不是因為拿了柯文哲 超多選票的轉移率 他們拿的是國民黨選票的 高度的轉移 所以你說很多人他們 現在很多人當然也蠢蠢欲動 想說要不要加入民眾黨 為什麼 因為2026年地方選舉 藍綠其實都已經有基本咖了 已經有基本盤了 不管是市議員或是市長 我們都是現任的嘛 所以有一些新人或是比較投機的 他可能爭取不到藍綠的提名 他這個時候可能就想要去 爭取民眾黨的提名 但是爭取民眾黨提名 就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問題是阿伯的票不一定轉移到你身上 阿伯所以他看起來很漂亮 他是一個金玉其外 可是這些票就是 我沒有說敗綠其中 就是金玉其外 可是那就是柯文哲一個人的 旁邊人想都別想 連個雞湯都分不到 你先想看民眾黨的其他的區域立委 有誰真的拿到柯文哲的那些選票 沒有嗎 沒有啊 所以你說到了2026年 第一個阿伯的光環是不是還像 可是黃國昌感覺上 我是全國性的這個政治人物 以我這個光環我的魅力 我到了新北 那新北你們現在 國民黨拿得出人來嗎 我們董事長也是全國性的這個名嘴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黃國昌也好 或民眾黨也好 之前我就一直告訴他們說 你們如果在總統大選這一波 沒有順利的把民進黨下架的話 你們永遠就是一個無根的政黨 無根的政黨 對啊 因為如果這次藍白真的有合作的話 其實李友宜跟蔡壁吾這個選區 可能真的可以拿下來 那民進黨 民眾黨就有根了嘛 可是現在還是沒有啊 全台灣就有 市議員最多席市的就是台北 它的本命區啊 但是也不過就是五席啊 五席是一個什麼概念 六十幾席裡面的五席就是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對 那就跟現在的立法院是一樣的 更不要說它其他縣市 大家記不記得之前民進民眾黨在其他縣市的提名 很多結果都是有問題 酒駕的啦 然後那個阿薩布魯的啊 人構性全部都是人間村的啦 對對對 因為撿到籃子都是菜嘛 那在這兩年的過程裡面 民眾黨如果沒有辦法好好的扎根 只想靠這種空軍 還有玩這種這種合縱連橫 我覺得對於它的基層來說還是沒有幫助的